大家好,我是DJ阿周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在台南市有些道路 它在规划上并不是很OK 能让机车组一不小心 就会荷包失血 目前照片看中的就是正常的道路 当道路拓宽的时候 它会画一个虚线 我们机车要切到这个机车在骑得 专用道的时候都要打右转翻向灯 这是无可后悔的,就照规定来 那你就不会收到滑单 如果没有打就有可能要收到滑单 那现在所看的照片中的这一段是比较特别 我有加影片来做介绍 这是在台南市凯旋路 凯旋路这边比较特别的一件事就是 它这里正好有孟时代 周遭的道路就是配合孟时代 因为车流量多 所以说它做特别的规定 那我们在从中华路过中华路之后 走凯旋路的这一段 你会发觉呢 这边的道路它会突然之间 因为旁边要设停车位 以及路间 那它就会做车道的缩减 这时候它会写着机车靠右 那我们要切进去的时候 对,也没有错 就是要打右转的方向的切入 再来这一段就比较有争议性 这是刚刚拍的是凯旋路 由东向西 现在是在庄京路口 由西向东的方向 这一段路比较特别 你有看到照片中 它在地上有标示的 机慢车 优先 它并不是标示靠右 那我们再往前面一点点看到 它这前方会有画虚白线 虚白线的时候 这时候机车明明是直行 可是到这边呢 你必须要打一下方向灯 要切进这个车道 但是这是我的怀疑的一点就是 正常来讲 我们正常会打向左转 但是这时候向左转的方向灯呢 你是要切到里面快车道的部分 还是你要执行 这就是正义的地方 那我有问过交通局的人员 他是跟我说 这个地方确实你就是要打方向灯 如果你没有打方向灯 就是你变换车道 那就是造成违规 你有可能就被划1200块的一个划款 这是我觉得很纳闷 我们明明机车是执行的 可是到这边却一定要打方向灯 补充一点拍摄这影片的时候 如果避开所有的骑摩托车的人经过 把那一段都没有拍到 是因为几乎每一台摩托车经过 都是没有在打方向灯 好的 这个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能遵守交通规则 让我们的交通越来越好 我是DJ阿周 希望你会喜欢我这支影片 如果你喜欢的影片 记得帮我订阅以及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同时也可以按个赞 我们后会有期 到这里 我们在这里 看看 そして 看雨 感谢观看